大家好,我是Hady,歡迎收看粵語最財經 買藍美樓的被打,舊藍美樓的被拉 中國的樓市還有沒有未來呢? 最近,河南一對小夫妻娘娘和麗君的事情搞得沸沸揚揚 在還沒買融創的藍美樓之前 他們堪稱是當代年輕人的榜樣 對於他們夫妻兩個來說 這套房是承載著一家幾代人的心血 因為接受不到藍美,所以他們兩個是開始了維權之路 在沒買融創的藍美樓之前 他們本身應該擁有幸福的生活 成為當代年輕人努力奮鬥的榜樣 但是,撞上了融創的藍美樓 令到他們的努力和拼搏好像成為了一場笑話 就在沒期久之前的11月15日那天 夫妻二人在網絡上發佈了一個視頻 表示今天受扭部會有活動 所以打算過去討個說法 不過就傳出了夫妻兩個 遭受了受扭部人員的嘔打 麗君本來打算拍下這一幕 但是手機直接被搶走 之後還被對方嘔打了一頓 後來雖然報了警 但是因為現場的監控視頻被提前關掉 所以沒有現場的直接證據 最後也只能勸雙方冷靜 回顧當初兩人買訪時候的情景 娘娘拖著麗君的手 看著眼前的金蛋 好像幸福就在前方 而身後奔奔有禮 慶高采烈的售樓人員 更加是放著禮炮為他們歡呼 就在他們兩個回放這張照片的時候 有網友評論 那聲禮炮就好像命運對他們開了一槍 畢竟生活有奔頭為了安家 兩個人掩空了所有的積蓄買了融創的房 他們兩個有空的時候 就會房的周邊合影留戀 那時候他們兩個還是很憧憬著未來 但是聽說融創難尾之後 他們兩個的眼裡突然沒有光了 房貸、房租、生活壓力 遙遙無期的交房 個個都是壓垮他們兩個人的大山 事實也是如此 房難尾、維權被打 背著每個月六千多元的房貸 他們都還未開始享受人生就已經跪低 真是相當諷刺 那我們先將視覺放大 放到補膠樓這件事上 它是怎樣得來的 和當下又是怎樣的狀況呢? 首先你清楚個問題 補膠樓其實就是另一張名片的美化 這張名片就是爛尾樓 事情要從去年開始講起 2022年7月份全國爆發爛尾樓 很多業主都發佈了停泰聲明 引發一片嘩言 所以在去年的728政治局會議上 拿出了規模數千億的解困資金入場 轟轟烈烈的補膠樓行動開始了 同時國大地產商也將補膠樓 當成了必須要完成的任務目標 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年來 大頭大佬紛紛是發力補膠樓這條路 比如負債2.4萬億的恆大 雖然看上去這些爛尾項目很棘手 但是許老闆都是多次延伸補膠樓的會議上 不單只是恆大 很多地產商核心任務從去年都開始變了 都是從賣樓變成補膠樓 我們來看看一年之後的成績單 央視新聞報道 截止到2023年7月底 累計已經完成住房交付超過160萬套 當然了 這個數據比較獨立 比較難展開來說 因為沒有詳細說明 比如哪個地產商 哪個地區完成得比較好 經濟觀察部也說了 一今為止 沒有官方數據披露過全國停工 或者爛尾樓盤的數量 我們來看看其他平台的數據 建築網第三方訊息平台 百年建築網 對全國範圍內1,114項目的補膠樓交付進度 進行調研 結果顯示 截止五月底 華南華北的交付進度比較好 佔比達到56%和40% 而西南和華中地區的交付比例 在全國排名是倒數第一和第二 分別是15%和16% 有意思的是 經濟觀察部的記者 自六月份以來 就對昆明、貴陽、鄭州等多地進行調查採訪 採訪的人表示 近兩年購訪的同事 買了停工或者南美樓的比重 潛了一半以上 最近河南這對小夫妻的事件 剛好就驗證了經濟觀察部的調查 可能大家都發現了 那不是去年七月就定了這個補膠樓的基調嗎? 而且也拿出了專項資金去支持 為什麼現在年紀過去了 還沒有解決嗎? 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補膠樓的專項資金 比較難流入市場 去年第一期的2000億規模 很快就發放出去了 但是要拿到這筆專項資金 也是有條件的 而且是很嚴格的使用條件 當然了 這種專項借款利率很低 前兩年還是1%的貼息 所以最早的時候來申報的太多了 結果就發現2000億遠遠是不夠的 按照這樣的發展 邏輯上來說 只要不出意外 只需加大專項資金供給 就可以在補膠樓這條路上 越行越順 但是 不出意外 往往就最容易出意外 今年以來 各大龍頭地產商紛紛爆雷 成了補膠樓這塊硬指標的難路虎 比如去年年底 讓媽媽又拿出了2000億的零食資金 用來補膠樓 但是到了今年的三季度末 有人發現 這個資金利用佔比真是很少很少 只是用了56億 這個現象折射出來的 是資金比較難流入真正需要的房企裡面 那裏面的原因是蠻複雜的 比如同樣是房企 但是民企和國企是不同的 拿到的資源也不同 又比如市場對於房地產 仍是持觀望的態度 都不願意去湊這份熱鬧 大家不妨來看看前幾天的一條新聞 也同樣發生在河南 一對夫婦投資了2000萬 盆活了一個樓盤 本來想賺些細錢 但是想不到反手被告非法集資 這裏面有沒有存在一些問題呢? 我想肯定是有的 如果不是 怎麼會被人抓住把柄呢? 但是在當下的樓市大環境裏面 這個是非常打擊信心的 你想想 荒地沒有人耕 耕好了就有人爭 這樣可以得到市場的青睞嗎? 有網友評論說 買爛尾樓的被打 舊爛尾樓的被拉 看起來有點荒淡 聽起來有點無奈 已經真的非常悲趣 現在在補交樓的政策之下 確實是有些樓盤開始啟動了 也有些人收到了房間 正如經濟觀察部調查 可能在華南的情況會好一些 有超過了一半 但是其他的地區本身財力有限 急需外部的力量 那是怎樣的外部力量呢? 要麼就上面的對口支援 要麼就市場資金的介入 但是這兩個 對於其他的地區來說 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阻力 尤其就是後者的市場資金 河南小夫妻娘娘和麗君 以及那隊 拿了兩千萬盤活南美樓的夫婦 在這個寒冷的冬天裡 顯得格外觸目 所折射出來的 其實就是補交樓這條路 還要走多遠 目前來看 只能夠說四個字 道遠且長 那樓市現在是否真的已經救不上了? 這些對於已經交了首付 而且每個月在這裡還房貸的人來說 樓市是怎樣已經無關重要 唯一關心的就是 什麼時候才可以住入 那套深深念念的房屋? 補交樓這條路還可不可以走下去? 現在從各方面來看 政策端已經是多次法力 但是要叫醒現在躺平的開發商 看法還要結合市場的情況 補交樓這條路還可不可以走下去? 現在從各方面來看 政策端已經是法力很多次了 但是要叫醒現在躺平的開發商 還要看與市場的結合情況 想要保障一個樓盤的交付 那不是一筆小的錢 比如誰來出、怎樣出 出了之後又有什麼收益 這些問題其實都是很現實的問題 哪怕你是政策兜底 這些問題也會考慮進去 尤其是在財力不足的地區 至於最後要還多少 只能夠是等走完補交樓這條路之後 才可能知道具體的數字 不過也是有些利好的消息 湖南豬州市一把手 暗訪補交樓項目之後表態 群眾暗空六個荷包買房 應該要看到群眾的實際困難和訴求 其實當下最缺的就是信心 尤其是一些有實際行動的信心 在這樣看來 敢於直面這種難解決的問題 就比很多人都要強 而這樣有實際行動的信心 其實在當下是非常緊缺的 如果當一些這樣的行動 還不埋很多難解決的問題 就會出來一些突破口 這一期的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大家收看 歡迎大家留言、評論、訂閱、支持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